很多职业驾驶人也有困扰 就是这个汽车车呢 只要这个停车不熄火的话 我们知道怠速三分钟 你就要被开罚单了 但是大热天呢 你想想看不开冷气 三分钟真的受不了 那么建车问奖呢 常常这样被客人抱怨 立法院现在三读通过了 修正的空无法更加细腻 也就是说汽车 未来在一定的场所地点 或者超过30度大热天 或是停车的时候是下雨天的话 都不会被开罚 桌上机场外面 一辆辆小黄排队等着载客 几乎全部都熄火 虽然这是省油的Pepple 但其实他们最担心的是 空无法 六月开罚的空无法 让司机们苦哈哈 如果怠速超过三分钟 3000块可能就飞了 但如果遇到天气热 有下雨该怎么办 现在的示范温度是18.9度 如果你的车子停在路边 怠速超过三分钟就会被开罚 不过现在法规已经改变了 立法院三读通过修正空无法 以中央气象局的最高温度为标准 示范温度超过摄氏30度 或停车时正在下雨 气质车怠速不熄火将不被开罚 不过要如何认定到什么程度 才算下雨 难度也是不少 带客人你不开冷气 当然我会抱怨啊 你超过太热的话 一定是要开冷气 是客人才不会马上上来 减少账包内容 虽然法规即将放宽 不过根据魂包书统计 减少怠速 不但能减少碳排放 每个月还能省油钱 景气差 节能当道 停车熄火 做环保 中文新闻张号返黄圆 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